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位曼菲天使用跳舞感谢来参加他们毕业典礼的爸爸妈妈 亲人和照顾他们的老师 以及市长谢国良和市议员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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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吉隆市政府委托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的身心障碍 福利服务中心 特地为六位可爱的曼菲天使 也就是早聊儿童举办这一场温馨的毕业典礼 就是除了我们的付出之外 我相信爸爸妈妈们你们的付出更多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日子 因为我们看见他们 在他们人生学习的第一个阶段 他们毕业了 他们从这边结束了他们这个阶段的学习 即将进到小学区 做一个新的学习 祝你能继承我身边的愿意 包括市长谢国良以及市议员秦珍 何淑萍 韩世玉和郭美秀都亲自参加 分别颁发毕业证书以及毕业礼物 给予曼菲天使毕业生们满满的祝福 爸爸妈妈放孩子们到伊甸来的时候 也可以比较放心 那当然我觉得一个蜘蛛的孩子 总是比较需要爸爸妈妈更多一个的关系 那这个过程中小孩爸爸也稍微有点体会 那也没有办法跟在座的父母亲的心脑有所比拟 或者说我们社会处也好 师父也好 只要我们能够协助伊甸的 协助爸爸妈妈的 我们都会尽力的来做 那也许未来我觉得在各项的政策上 还有更多可以让孩子们的环境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议会也会给我们支持 也会给我们鞭策 那我们把这个爱的环境打造得更好 先拍完这张 我们后面有大合照 整场毕业典礼充满温馨和快乐的气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来自台日韩60多位国际学生 参加围棋周的设计研习营 成果发表会上 学生们展现创意 对于基隆城市提供改变的想法 我们发表是跟绿能交通有关系 然后就是我们有在想基隆的河道 可以发展船只观光业 就是因为我们去基隆庙口夜市的时候 就发现基隆庙口夜市那附近 就车子有乱停的现象 然后还有游客当地的居民 就是可能会人车这样就是会比较危险 然后就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比较安全也可以比较快速的到达一些观光景点 我们是研究城市中的路标 那我们发现说基隆上面的路标 他们其实对于国外的旅客是非常不友善的 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去做出发 然后也可以让基隆他其实是可以去 跟国际有更多的连结 颁奖典礼上总计颁出了十个团体奖 和十份个人奖 其中最基隆奖由市长谢国良亲自公开表扬 而议长同志伟市府秘书长方定安 阐发处长林鼎超都出席典礼 肯定新秀们将自己的创意和发想 作为市政府未来市政参考 很高兴三个国家的设计精英设计新秀 可以针对基隆的城市风貌 建筑设计跟城市景观 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 就如同我们一开始在开幕时所说的 这些好的意见我们都会留下来 当作我们城市改造的一些创意的一个基地 那我们未来也会打造 适合的青创基地 会以设计这个领域为我们的主轴 邀请更多的国家的设计人才 到基隆来做一些这个新创 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来放这个创意的发想 那我也觉得基隆未来是一个设计业很好的一个聚落 我们可以集中的让更多的人来到基隆 对基隆的未来的改变 能够投注一些新的想法 谢谢我们市政府产发处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承接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基隆有不同的交流的活化 过去基隆的发展 它就是一个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的一个城市 国际交流 因为我们从400年前西班牙人到基隆 然后一路到日本人 所以我们的城市发展有非常多的面向 也非常多的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开发的非常的早 所以我们有很多城市的设施 或是建筑物 或是我们的一些发展都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比较老旧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我们在座这些学生们 或是专家们的创新思维 来帮我们注入新的力量跟能量 让我们的政府来做参考 市政府举办了国际研席营 规划七天的行程 包括主题课程 AI实作 走访金融市港口各角落 以及创意发想讨论 行程相当丰富 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办了二十几年了 那去年和前年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都在线上办理 那这次真的是疫情后的第一次 就在我们基隆台湾头 然后来办理台日韩学生设计研席营 那很荣幸的基隆成为疫情后的第一个主办的城市 台日韩的学生其实还蛮多的 包含我们本国的学生 都有一些甚至都没有来过基隆 那其实藉由这样的机会 然后也带他们深度的去看看基隆的美 基隆的好 所以其实他们有坐船去我们的内港去看了一下 然后也包含正兵 产物 然后其实他们都去看了 那其实让他们更了解基隆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他们一些年轻的这些发想 还有一些创意 然后设计出的这些作品 可以帮助基隆的整个市容可以有所提升 那今年呢我们以基隆这座城市为主题 来让始祖学生共同来发想 台湾 韩国 日本呢 每一国的学生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以共同发想了非常多有趣的创意 那其中呢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就是像 例如说利用了基隆的河川 然后还有海洋 来进行交通的运输 并且呢也有学生提出了利用夜市 来作为是民众交流的一个场所 所以这些呢发想呢 其实我们就想说如果有机会 能够成为是一个真实 能够实现的一个梦想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基隆 在这一次台日韩的学生工作坊当中呢 能够把梦想幻化回真实 让他们美梦神真 这一项学生设计研锡营 从2001年起 由台湾 日本 韩国 三国轮流举办 疫情之后首度恢复实体课程 透过台日韩 青年的能量 以及多元观点思考设计 希望帮城市注入新的力量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看到市长谢国良来进小米酒 马上燃起原住民朋友们的热情 和市长开心合照也回进小米酒 大家就像亲朋好友般见面一样 毫无距离感 原住民联合风联季活动 在原住民文化会馆热闹举行 在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市议员陈明健 以及各区区长们陪同下 激动市长谢国良亲自出席参加 市长谢国良向原住民朋友报告 未来将会持续投入经费 照顾原住民朋友 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今天是原住民的我们的朋友们 一年一季的联合风年季 现场非常的热闹 我们也看到我们郑天才委员的夫人 大家也一起来参加 未来我们针对原住民的朋友 我们仍然有很多一些计划跟想法 针对孩子们的教育等等 我们都会有一些 一系列的政策研讨 跟未来的政策推出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跟我们一起来关心 更多原住民的孩子 尤其在教育方面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大家做得更多 也感谢政委员夫人 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 基隆的原住民议题 感谢大家 原住民总头目 也非常感谢市长能够出席 原住民最重要的风年季活动 我很欢迎他能够能救我们原住民 这是我们的乐趣 希望我们原住民 好还能帮到我们的文化传承 也希望说我们的基隆社市长 好好接受我们原住民 在什么样的活动 把我们的机会增加一点 让我们的活动很快乐 谢谢大家 谢国良除了到进老席 致赠红包感谢长者们之外 也拿着小米酒 向来自基隆各地区的原住民朋友 敬酒 场面嗨爆 记者吴俊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交通处的科长曾令伟 交通队长张玉丽 说明活动效益的几项数据 超跑嘉年华的部分 邀请了很多的车友们 一起来共襄盛举 也成功的吸引到很多民众 来一起来参加 那这两天呢 也突破了3.5万人次来进行参与 除此之外呢 也有非常众多的这个媒体朋友 来帮助我们一起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曝光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也受到非常高人气的一个关注 那他后续呢 所产生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效益 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也带给基隆很大的一个帮助 以往啊 就是说八月原本应该都会拖很久 他们三天前才会订房 但是因为这个活动 他们就提前两周就来订房 速度非常快 这也让我们觉得 这活动真的很明显 可以带动旅客的一个效益 那在住宿的还有营收的部分 都很明显 跟前几周比起来有4%到5.5%的一个增加 所以呢 这样自助餐下午茶 以及包厢的一个桌菜 他在两周前也是一步都订到客满 这也让我们觉得很惊讶 我们觉得很棒耶 19、20号的车流量相对于之前的对照组 大致上都是比较呈现减少的趋势 那我们推测这个原因有可能包含说 因为这个会场离大众运输场占比较近 所以大家都会多加的使用大众运输来前往 然后透过线上的一个及时监控 让我们的一个勤务的一个调度 能够更加的灵活运用 哪里有塞车 远景就到哪里去做一个指挥疏导 那影片的效益部分的话 超跑嘉年华的主新闻 破了15万人次来观看 那受众的部分我们发现说 除了基隆市的自己的本地的居民以外 还有发现这个外线市新北市啊 或者桃园市或者是台北台中 也非常关切这个基隆市的 这个超跑嘉年华的活动 然后以这个男性的受众群 群比女性多 然后主要是这个青年族 就是35岁到44岁 他是具有消费能力的 这个民众为主 他其实他在网路上的声量部分的话呢 他Google的搜寻的声量呢 是第三名 那另外的话也有在各的平台 和网红的YouTube 那持续的发酵 那此外的话呢 在电视这一个媒体露出部分的话 我们总计也有20折 另外报纸的部分露出的部分 也有18折 超跑嘉年华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可以带来这么高声量的一个媒体曝光 这个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个部分 那也是因为很多民众 看到这么巨大的一个新闻的露出 而加上他们的印象 想要来基勇的这个冲动 我觉得这是可以让我们去做借进的 未来我们也会 针对这一方面 也会来做后续的讨论跟规划 如果平日啊 或是说在淡季的时候 也能多多举办 那对我们在地的一些旅宿业 或是说所有的产业 应该都会有更大的帮助 综合各项数据来看 基隆超跑嘉年华 在Google的搜寻趋势当天 进了前8名 显示基隆因为超跑嘉年华的活动热度 成为当天的热门焦点 而且明显带动在地商业的活络 市府表示 这次经验将作为下次创新活动的修改意见 进行持续滚动式修正 让基隆越来越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直线加速以及引擎声浪 让围观的民众热血沸腾 这是基隆市政府8月中旬 封闭部分中正路路段 举办超跑嘉年华活动 吸引相当多的民众前来参观 不过基隆市议员也在市议会 提出照片和相关资料质询 包括办理的经费从哪里来 是否也动用到市政府的预备金呢 才会让烧胎过有痕迹的路面 可以一夜之间复原 以及地点的选择是否有问题 才会造成塞车的情况 看到西东市政府有史以来最快的效率 这个是活动办理第二天的现场 但是到我们的隔天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的标示标线完整的恢复 那一直到了昨天上午再下一张 这条马路铺平了耶 哇 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效率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其他道路破损了之后 我们有这么快的一个效率 可以把我们的马路重新来做一个复原 但是我想要问的是这件事情 这一笔钱是谁出的 那预备金作为法定紧急用途的金 被用来作为城市行销用 这当然不是首例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清楚 说明清楚 因为你从中央法定颁布的预算法 第22条到第70条 都明确规范 不管是第一预备金还是第二预备金 它都是所谓在法定业务内容情况底下 如果不够才会作为紧急用途 公安的预算 它的支出跟收入的部分 到底合不合法 到底都去哪里公开透明的部分 虽然后续才有办法给我们资料 但是到底合法性的部分 是不是主计处财政处或者是正方处 有人可以待会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答复呢 更有议员用反凤的语气质疑 为什么是由掌管交通的交通处办理 而不是由掌管观光行销的官销处办理呢 社会处来承办好了 社会住宅也社会处可以带着看嘛 那如果我们那个联合祭祀活动 也不用什么民政处办 我们交给消防局嘛 更方便 那个指钱烧完还可以直接扑灭 而支持办理这项活动行销基隆的示意 原则认为超跑嘉年华这两天的活动 确实吸引许多外线市人潮 来基隆参观也连带在基隆消费 但是在地点选择上 下次确实可以再审慎考量 更好的地点才不会让人胆战心惊 是真的是我真的是心惊胆跳 整个会真的是抱怨声 你记得你还是会听声音的 这个超跑是好人去享受 大概有那个层级的啦 所以在地点当然啦 你为了说行销我们基隆 能够来基隆市看看我们的整个状况 这个本席不反对 但是我在未来的话 是不是在办任何 就针对这一次好好去检讨 我们不是在西六那个停车场 每天就是将近三四百个停车位都没人停 那我们市政府也积极在假日优惠 让大家能直接从高架桥下来 直接往那边停 然后再走到我们市区 那以后我们如果说办活动的话 我希望可以多利用那个地方 我记得以前国研也都在那边办 你说基隆市区会塞车 又不是因为超跑加热碗才会塞车 平常也很会塞啊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要去解决塞车的问题 这也要解决 那以后再选择这个地点的话 本席建议 比较郊区一点的 因为这个真的会塞车 然后在这边的话 当天的话还有放烟火嘛 然后还有呢 应该是客家艺民姐在那边嘛 对不对 那当天那天的活动是蛮多的啦 那本席在这边建议我们市长 如果真的有这个活动要办的话 尽量把它错开 那那天有从美农的 有从高雄的台中的嘉义的那些的选手 都有上来 那其实在那天我有一个感想 就是让全台湾省的这些年轻人 你也知道我们基隆有这样的地方 市长谢国良搭巡使者表示 办理这项活动加上晚上烟火施放 确实吸引很多人来基隆参观游玩消费 而塞车的情况也确实没有比平常 周六日塞车更为严重 这会总结就是一句话跟大家讲 这是真心话 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这就是一般的周六塞车 它没有比我们平常平日 比较塞车的周六 然后没有活动的周六来得比较塞车 它就是一个等同于比较塞车的周六 的一个车流量的情况 先讲预算科目的问题 的确它不是本年度前市府安排好的活动 所以它没有这样的科目 那就像台日韩的设计 沿西营现在正在举办 这两天要闭目一样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活动 那这个也觉得说 如果办得不错 那值得办 然后没有科目的话 如果能够做得来 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把它办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过去前也有潜力 基东市政府交通处长也提出数据 表示超跑嘉年华两天活动里面 总共吸引了三万六千多人到场参观 人次也算不少 第一天因为天气比较好 大概吸引了将近有两万四千人左右 那第二天因为下午 刚好就开始下雨 所以人次比较少 大概吸引了将近一万两千人 不过市长也强调 他个人会比较倾向 下次举办电动车活动 也会听取采纳议员们的建议 作为下次办理类似活动的重要参考 其实如果问我 我内心真正想办的就是 像电动车这样子的一种 或电动机车这样子的一种 赛事跟活动 可是我们实在没有相关的经验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懂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让他们来办办看 然后在城市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习一些经验的话 或许是一些不错的方式 就是说一方面你们的指导 可以给我做学习 未来做改进 未来会不会再办相关的 我觉得还是会 因为我们可以再精进我们这一次的计划 把车辆改成电动车 然后把它移到更适合的地点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进步的方式 可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一次大家都有帮忙宣传过 包括你们的批评指教 也是一种另类的宣传 所以这一次变成说大家都有看到 然后再加上晚上烟火也放得不错 所以整体而言这是一个热闹的礼拜六的周末 最后基隆市议会议长 跟老民破坏活动的美意 市府应听取建言 并予以改进 第二点 有关本案经费来源及采购流程等 请上官单位检讨 并于下次定期会业务报告时提出说明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外千层蛋糕到底留几钱啊 先进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 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味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齐游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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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角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盆栽 机车 放在绿角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无耗制路口 遵守停让 制路口中心点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 安全行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梅里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类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往路都能再开兴趣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 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学童用水枪猛攻小林老师毫不留情 小林老师也被迫回击 雙方你来我往没有丝毫的火气 只有清凉感和欢笑声 小朋友 快要开学了人爱区花岗里以及花岗社区 特地在爱九路37号附近空地 举办泼水凉一下活动 让里内学童和民众大小朋友 抓住开学前夏天的尾巴清凉一下 更邀请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市议员参加 本身也是大学讲师的林沛祥对战学童 来一场老师和学生间的师生大战 这是我们一年一度花岗社区发展协会所办的 这个滚水节活动 那主要呢就是利用我们这边复兴路一号 这边的小空地 然后让所有好朋友在夏日连演的时候 然后一起来轻松一下玩个水 让大家都可以像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一起同乐 那基本上来讲 这是我们现在基隆市最需要的 共融共好的一个环境 那在这边感谢江永国里长的大力学术 然后让我们这一个能爱区域的花岗里 这边有一个很不错很特别的夏天活动 不少民众也带着自家小朋友一起参加增进亲子关系 大小朋友们把握难得的机会 开学前用水互喷清凉一下 欢笑声不断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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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